就會像這樣擺在桌子上面,上面我們等一下有看到桌子,它會去做分級,分類,然後再來才會去剪梗,就是在二樓,我們剛才看到二樓的作業,就是它要把一些不需要的茶汁或什麼把它挑起來,然後再來就會經過烘焙的動作,然後再拼配,然後這裡是風雪,就是這個機器我們待會後面也會看到,它會讓它是分不同的重量大小, 在不同的樓裡面,那有一些比較碎的,像現在我們都會做成那個茶包,其實茶的品質是一樣的,只是大小不一樣而已,然後這裡就會裝箱,然後你看那個黑色的邊邊呢,他們是特別去做那個黑色的邊邊的包邊,就是要讓它防水用的,在以前的一個技術,然後待會呢,我們這位王勝金先生呢,就會看到他本人了,我們等一下到郵寄那邊呢,就會看到他本人為我們做解說, OK,那我們繼續呢,這邊呢,也有我們兩個,我們這次執行單位非常用心做的一些小麥店,裡面有一些新芳村長的這一次才有的一些產品,比如說,有那個修復過程的,然後也有四兩包,復古的四兩包,還有一些新芳村的相關的輸出啊等等,都非常的有趣, 那我們往後面呢,可以繼續看,那這邊也有那個青草茶可以喝 好,我們就進來這個豐培街啦 做的就是這個豐培街啦 會不會很難吧 但是這個豐培街啦 你也可以 我們來並去那個豐培街啦 感谢观看